你说一个孝子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而且你这种话吧 一定是你弟弟在照顾的时候你来说 对 然后我照顾的时候 我说你不能跟他着急 你像我有一大哥 夫妻俩跟这个老人 是儿子海孟 他带来的这个精神上的症状 实际上有的时候是逼得你这个照顾者 你生存不下去 不是你活不下去 他跟他媳妇照顾老人 他们家老人天天晚上不睡觉 在门口看着 就是他老婆 就是说那女的进去了 你说你们你在里边干什么 对吧 然后就说我看着你们呢 你别想瞒着我干什么 一晚上啊 这个就像他说的昼夜颠倒 一晚上这么着 而且有妄想症 有妄想症 你这个你根本就是 你连照顾他的夫妻俩 最后呢他说 我媳妇就说了 说我得回老家去 我不敢 他说你得知道 咱妈就是这个样子的人 你说你得了解 她是阿尔兹海默 甚至给她这个知识给她看 让人家媳妇说了 那是啊 她是病人 但我凭什么承受这个每天 这事一身一鬼的 对 我这正常夫妻生活 没有办法过 所以最后沦落得 夫妻分居 是的 他我这老哥也就变成 就跟我妈 他说我从此就 就跟他过了 对这个这个文涛说的这个东西呢 我是就是深有体会啊 就是刚才说你比如说 我其实觉得我在整个的招呼者当中 还是属于幸运的 尽管我整个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 对 但是你就看跟谁比了 对不对 为什么是幸运呢 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一条 就是我是大学老师 就是我相对的有自由 对 我也不做班 然后所以我可以把很多的时间花在 就陪伴我父母上 其次就是说 我不是我不是独生子啊 然后我还有哥哥和姐姐 至少在这个事情上呢 我们我们三个人还是比较团结一致的 虽然我是主照护者 但是呢 我姐因为是老师嘛 她只要是寒暑假 她几乎完全就泡在 就是我们 因为她跟我住 她就会跑过来 就是来替我解脱我平常的这个负担嘛 然后呢 就是那个 甚至她 就是也影响到她这个 退休呢 就是本来她是可以不退休的 但是就决定要退休 对 为了为了干这个事情 然后 我因为 我因为腰不好 就是 那个 其实就是 这个老人呢 最后有个问题就是 你几乎服不了她 因为她把所有的重量压在你身上 她自己是不使任何力气的 对 所以你要弄她的时候 就是 就是对于你的这个腰啊 对于你整个的力气 有很大的考验 然后凡是这些事呢 我就让我哥来干 因为 因为她比我力气大 她比我 她比我也更高 更 受了很多 她的优越性 更壮 更壮 所以呢 就是 就是我们这种 叫做兄弟姐妹的这种 这种团结 这个过程真的是 如果 如果大家都做的话 其实能增进兄弟姐妹的那种 龙女性来讲 你共同面对一个东西 你需要把它解决 还有一个很切实的问题是 我自己的家得支持我 对不对 家庭 对 因为我把大量的时间放在这儿 那我就意味着 我一定会减少 跟我配偶在一起的时间 跟我孩子在一起的时间 是啊 是啊 那他们得理解我 并且得忍受 很多时候 就像你说的 就分居啊 就是不在一起 对啊 所以这些其实是有利条件 为什么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事 就是放在桌面上来讲呢 你要考虑到就是 很多很多的人 就比如说 因为这个事情 兄弟反目的 大有人在 对 就是刚才你说的 就是夫妻不合的 大有人在 对 或者孩子 就是觉得他被冷落了 被忽略的 就是这种 这种事情 对 就是说 大有人在 我们说 就说这个 我觉得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值得说呀 就是无解的事情 说说了 至少让大家有个预备 或者说 指望着 也可能社会 国家政府什么的 能干点什么 但实际 我觉得非常难 就是说 你 你必须知道 你现在活着 感觉自我 感觉良好的 这么一个事业 有成的这么一个人 你的老人 将来 如果不幸 很有可能使得你啊 你的生活 你的事业 不说丧失 我觉得是毁灭性的 完全被打断了 你还是从被照顾 就是照顾者的角度来讲 更深刻的悲剧 就是你要成为被照顾者 那就是 这条路就是 没法想象的 李靖 假如说 我知道你就 假如说 在呸呸呸 假如说 谁都免不了 那要那样了 需要子女 给拔尸把尿 我们怎么办 哎呀 小美女还没想 这些问题 你知道吗 就是我把上你这个节目 当作我一个心理治疗 心理学上有个叫脱敏 你越不越谈什么事情 你逼自己去谈 时间长了 你就脱敏了 就脱敏了 是是是 我其实之前 是一直不愿意去面对 这些事情的 包括胡勇老师 我也得想坦白 虽然刷了屏了 但我点开之后 我一看什么 家里充满了什么气味 我就默默地给关上了 避开 对 有一种鸵鸟心理 逃避 我先享受 我不去想的那天 但是呢 理性又告诉我 我现在必须去想 我觉得这是 要是从乐观地讲 这是人类发展的一个 一个进步 对对对 我那天看那个数据 80年代 人的平均寿命 才68岁 对对对 那也就 现在多少了 那就说明 这个老年的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嘛 然后你社会 其实有没有做好 相应的准备 像你刚才讲的 90%还是居家养老 先不说 这个好的疗养院 得花多少钱 就是都有传说嘛 你得先存多少 几百万 然后你要一个月 得花多少钱 先不说 你有没有钱 去付这个 就是有没有 那么多的床位 都没有 就是你有钱 你也没那么多床位 其次呢 就是个人 我觉得也没做好 这种准备 因为我那天看一个数字 说他就说 阿尔斯海默症的 这个过了85岁之后的 这个比例是50% 如果也就是什么 夫妻两个 你要是同时超过85 那就肯定有一个人 要照顾另一个人 这个也算是正能量的看法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阿尔斯海默 也是人类寿命提高的表现 其实真的就是 无法改变的历史规律 活到长了 你的功能失调了嘛 85岁之后 阿尔斯海默的概率 陡然上升 是 就60岁之后 就这样上升了 85岁之后 更陡然上升 而且现在中国的这个 老的这个比例 好像到 我记得大概是到 203几年之后 就变成这个 三人型 必有一老 就是说60岁以上 那么也就相应的 这种病例 不止之症嘛 那这种病例 而且这种病例 是个拖人的 是个长时间 就是我挺好奇 就是因为我找的那个医生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病愈后 这就是今后会怎么样 他说到了最后 如果说谁都不认识了 他说我建议 我认为 他的观点是 我认为家庭 已经没有照顾能力了 他说我觉得还是 找一个专门有护理 阿尔兹海默症的 这个能力的养老医院 但是你看 他说完之后 他说哎呀 他说我现在 一时也想不起来 哪个合适 他说咱们国家 这个好像还比较少 非常少 而且即便有的呢 似乎也不是很专业 您为什么没想 您肯定是想过 开始我是想 把他送到养老院的 但是被老太太 给否决掉了嘛 所以那个时候 他是轻度的 轻度的就意味着 他有意志呢 他知道 你要干什么 包括我带他去养老院 整个这过程 他是很清楚的 在那里头跟院长聊天 跟那里的组织医生聊天 跟护理人员聊天 甚至在那个地方 吃了他们的饭 感受一下他们的伙食 然后呢 就经过这一切以后呢 他说我不去养老院 然后那我当然就 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你也不可能拖了他去养老院 所以呢 就是那个时候 可以说是他主宰了 不去养老院的 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您是尊重他意 但是后来 对 前面我是就等于是尊重他的意见 其实他现在发展到这种地步的话 我是可以把他送去的 对啊 他没有 他没有那么大的意志了 这个时候是我自己 不想把他送去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最后其实就像刚才你举的例子啊 就是说 那个专家建议你就是 如果他完全不认识家里的任何人了 就把他送去 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就觉得说 我妈现在还知道 就是他跟我还是有一种 很亲密的这种 其实很多时候是 你知道这种感觉是在的 是在的 就是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因为我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保姆 这个保姆 喊很多事情喊他做 我妈根本连理都不理 甚至他会有些暴力行为 比如说他会抓着他的手不放 但是我去了以后 我说老妈 你现在该吃饭了 你现在需要 就是比如说睡觉了 我一说他马上就停 他会马上就 就是点头会笑会答应 其实他就知道 我是他的一个很独特的一种 对一种存在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 不舍得了 对不舍得 我就 我就比较难以想象说 我把他放在一个陌生的床上 周围全是陌生的人 好像提前把他送进了另外一个阶段 是的 那我可能这个问题就更残忍 那么再严重一些呢 连这个也感知不到了 其实呢 就是刚才这个徐老师说我 那个可能也有一些就是 就是要表达一些感谢嘛 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 凡是能在家里 替你照顾的那种保姆 真的是 太难找到 我们说的很直接一点 你比如说我们这些人 如果完全没有 就是这个 这些人的帮助 你所有的事情全是玩不转的 真玩不转 就是你会马上就崩溃了 所以严格的来讲呢 就是第一呢 如果我还能找到 比较尽心尽力的 就是照顾我妈的这种护工 因为我们都有很多经历的 因为经常要换人啊 然后他不乐意干了 或者我觉得他干得不好 对呀 但是只要是你还能够找到 并且你对这个人在一定程度上 还能维持 就是这种局面 我就大概不会做这个决定 因为严格的来说 其实就基本上相当于 我和这个保姆 我们俩人一起对付我妈一个人 因为我哥我姐还是会来 但是呢 主要的照顾者是我吧 所以我们俩一起对付这个 就是我妈这一个人 那么就是 但是呢 这是一个极其脆弱的平衡 就是我经常讲 就是说今天他还运转着 明天可能他就不运转了 那个最近刚刚上映的那个电影 就是龚崎骏的那个 就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那里头有一个桥段嘛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老人在那地方 不停地搭一个积木塔 那个积木塔是摇摇欲坠的 我看那个东西 我就觉得我的生活 整个是摇摇欲坠的 因为我今天能维持 只是今天能维持 明天你比如说 我妈现在是脑子不好 但她呢还没有查出 比如说癌症 因为癌症就完全是另一个路径 她可能既是二字还没有 就是癌症 或者是呢 她现在在家里呢 她是以这种 一寸一寸的方式 推这个小车在家里 还能走 她还能起床 但某一天呢 她可能就起不了床了 对 完全过床 完全过床 不仅是照护负担多 就是她会造成那个肺的 对 然后很多人是死于这个东西的 对 那其实呢 就是如果她出现了这些情况 或者我一时没看好她 她摔一跤 直接把自己摔到床上去了 因为她这个年龄 已经不能动任何手术了 然后我我现在 目前看上去能维持的生活 马上就轻浮 所以你问我的问题 的确是很残酷的 老实说 我讲的 我讲是说 关于这个问题 永远准备不了 也永远准备不好 也永远准备不足够 只能说轻浮了以后 你再想轻浮的办法呗 那也能怎么办 就说这个车到山前必有路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生 有的时候是真能到了 山穷水尽处 就是你 像你说的保姆太伟大了 太重要了 找着合适的太难了 而且甚至于有些情况 老人 或者是他这个 阿尔兹海默 他主要是精神上 还会引起一些问题 他还有一些老人 是不能接受的 还有暴力倾向 对 他不能接受护工的 对 打走七八个 最后就不 就是有的老人 最后就是 你非就是儿子女儿 对 我就得只能接受 家人跟我在一起 外人他不接受 那你说 还有绑在床上的也很多 因为他起来以后 他真的有很大的暴力 他可能抓一个东西 真的把另外一个人 达成严重的重伤 都是可能的 对 所以还有 您说的工序剧 还有一个电影 我发现咱们俩有同感 就是说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我总是说 我说 我说你们要想知道这个情况 你们看看那个电影 那个就是 你能想象一下 他的内心世界 其实就是咱们说的 真幻不分 真实和虚假的 这个分不清楚 或者梦境跟现实 梦境现实分不清楚了 他经常说的话 可能是他把一个已经死去的人 当成眼前的人 就是你根本 他生活在一个 所以我有时候也觉得很奇怪 就是 他是妄想 还是眼前真的看见了不存在的人 如果是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这个电影 其实是 他的生活像一个噩梦 他其实既有那个现实的 比如说他那里头闪回说 他在养老院里受到了虐待 因为那个男护士打了他 对吧 这个是现实的 但是其他的东西 就是那个电影拍的 整个我觉得有一种幻梦 就是有一种噩梦般的感觉 就是然后那个走一走 那个柜子那个地方 就是有的时候能走通 有时候又走不通了 然后来的这个人 就是一会儿是 他觉得是他的女儿 另一会儿又变成不是他女儿 就是所以我觉得可能两种东西都有 一种是他看见了看不见的东西 还有一种就是 其实还是现实当中的一种折射 在他那里头有一个残留 这个你看我老是想这种问题啊 因为我得想以后啊 我就总觉得有时候会对社会产生一种美好的幻想 因为我已经看到像是 尤其是未来的这个独生子女这一代 那你承载几个老人 如果有一两个老人是这个 那孩子们的人生要不要了 但是呢你总是会幻想 假如存在这么一种养老院 这里面的每一个护工 他们都是尽心尽力的 把老人每天这个这个洗澡洗得干干净净的 哎这是哎可以给很 我觉得可以给很高很高的工资 但是假如有这么一种东西 就孩子们你们把老人放在这里 你就完全放心了 比你照顾的还好 一天洗三次澡行吗 这个是然后呢有人陪他玩游戏对吧 然后呢儿子你只要周末的时候来看看他 跟他玩一会儿走 随时想来看看他 平常他这个医疗 哎我假的 我总在幻想这个曾经有人跟我说当年咱们那个这个没出国开眼界曾经有人跟我描述也有人冲洋魅曼嘛 说比如说加拿大或哪儿就是那儿后来咱们真的了解了发现那儿有那儿的问题都没有那么美好的但是有没有可能有这么一种美好的就将来社会这个问题靠社会化 就是说真有这么一种养老院那您愿意送去吗 其实刚才徐老师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他说他说那个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将来就是变成被照护者嘛 对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讲的是照护的难题但是将来你一定会有这个有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那个我觉得就是某一种东西可能类似于你说的那种社会乌托邦 比如甚至不是真人啊就可能是就是机器人来干这个事情 AI对吧AI来干这个事情 但是呢归根结底就是它还是个失败的结局 我觉得失败是一个难以避免的 就是终极命运就是个失败肯定是失败 不管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失败 因此呢我说如果我将来要是沦为被照护的人 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体会是 你就要让自己心甘情愿的被照护 不要啰里啰嗦的说你还可以啊 你还可以干这个干那个我不愿意麻烦你啊 这个事情给照护者会增加更多的负担 你就老是承认说人生到了这个阶段 我呢就是肉体也不行了精神也不行了 我也没有能力独自生活了 那我就老老实实的 要么我就到养老院里 接受专业护工的照顾 要么我孩子有能力照顾我 那我就接受我孩子的照顾 但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想好 比如说你该留的遗嘱都要留 就是该分配的那个就是如果你还仅有 还世界上你还有些东西你需要跟他交代的 你都提早交代 把他交代完 然后你就等着被照顾 但是你忍心拖垮孩子的生活吗 每一个家庭的照护的方案 都是这个家庭最好的方案 对 就你不需要操心 对 谁也甭替人拿主意 比如说我说了这个东西 一大堆人就说 你为什么不送养老院 你不送养老院 你就是愚昧 对不对 你是叫愚孝 其实他就忘了一个事情 就是实际上每个人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一定是 这个是符合我当下的 比如说我的经济能力 我是不是多子女 然后这个孩子的身体状况 他能够找到护工的这种情况 他负担的起养老院的情况 他一定是个综合的考量 说这家采取的这个方案 一定就是这家最好的方案 外人是说不上来的 就是所以养老是一个完全多样化的一个东西 就是大家都会去寻找这个平衡 然后他能找到的平衡 就是他最好的平衡 嗯